我很羡慕 像比如說韓國的男生 或是台灣的男生 就是在這些國家 我覺得結婚以後 女生對自己的要求 身材外表還是非常的多 然後他們比較會放過男生 就是男生主要工作啊 賺錢啊 我們結婚以後就身材不重要啦 越胖代表我們錢賺得越多 武器 武器娜樂佛 對 在意大利真的是完全相反的 在意大利結婚以後 那個男生還是要維持得很帥 很時尚 條件很好 他又要賺錢 因為如果他突然間在那邊 很不帥的話 就是女生開始 然後就是對他沒興趣 然後會往外 可是女生 他就會去偷吃啊 有很多這樣的一場 反正女生結婚以後 就會開始慢慢放鬆 會變得很大 你說義大利的女生嗎 她是義大利的女生 參考的 參考的 我沒有說女生胖不好 我是說女生就是從結婚前 到結婚後 完全的變成一個樣子 然後那個男生都不能抱怨 因為那個男生抱怨就是會 對 又被打 會被打 而且男生抱怨 大家都會說是男生的問題 男生的問題 對啊 可是男生你就是要維持很性感 就像差不多就這樣 這節目就這樣 今天就是沒有維持 台灣沒維持好不好 對不對 但我覺得亞洲男人沒維持 也有我們的道理 比如說之前我有健康 我都沒維持嗎 跑步 然後瘦了以後 然後咪咪 我老婆就會問說 你每天跑步要幹嘛 你是不是最近有什麼看到什麼人 還是那個健身教練很美嗎 是單身的女生嗎 要不然我買個穿個帥一點 穿個緊身一點說 為什麼今天要噴香水 為什麼今天要穿那麼緊身 突然噴香水 對 你看 那個亞洲女生的心靈路來了 錄影啊 造型師幫我建立衣服 很年輕 很fashion 對 然後呢 我就買回家 開心 我老婆看她不高興 妳買在幹什麼 我不准妳穿 妳說為什麼 太年輕了 可是 不合妳的年紀 我也老不准 老不羞 我越搞越年輕嘛 對 她的威脅 她的壓力就來了嘛 她就覺得說 我這樣子會吸引更多年輕的 而且你要有錢 對啊 對 又有錢啦 我的種種條件就是天生就是 跟實鐵一樣在吸那個 異性的 吸什麼 我懂 所以她不像我這樣 她幫我買的衣服 都是那種 又黑又灰的那種老 街友 街友 她就是想辦法把他們搞成 老兵 越索越那個 就好控制 直接給你衝 所以我們不能夠太好 身材不能太好 對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跟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彩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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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